而近几年,央视也是跟紧时代潮流,觉醒年代,扫黑风暴等,都获得了大众的一致好评,而近日则又有一部佳作要在央视上映了,它就是王牌部队,根据曝光的消息来看,王牌部队已经位列于央视代播榜单的第一名。 众所周知,肖战自从陈情令之后一炮而红,剧本邀约不断,粉丝群体庞大,随随便便发个动态都有几十万的点赞,同时,自身也是带有一定的热度,明星效应极大,而黄景瑜更是硬汉形象的代表,俊朗的五官加上充满男性力量的身材,博得了一众网友的喜爱。 这两人的组合可谓是强强联手,吸引力十足,王牌部队主要讲述的是一支军队的成长,以黄景瑜饰演的高亮和肖战饰演的故意也为例,来以小剑大展现军队的成长过程。 正能量十足,剧中黄景瑜与肖战的角色,更是一大看点,对于黄景瑜来说,这种角色已经是非常熟悉了,而且,黄景瑜的气质形象本身也非常符合角色的风格,穿起军装来,有一种不一样的帅气, 但对于肖战来说,这次的表演可谓是他的军装处女秀了,不少网友都十分期待肖战的军装形象,而从预告以及海报来看,肖战的军装无疑是非常出色的。 在剧情一开始的时候,肖战身穿一身军绿色服装,胸前带有一朵大红花,文艺气质十足,而在战场上时,肖战基本是面目全非,浑身上下都是灰尘,精致的小脸也变得灰头土脸的,妥妥的平凡小士兵一个。 形象可谓是大突破,值得一的是,肖战的角色来自于军人世家,而黄景瑜的角色,则是草根出身,二人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,让二人一开始就产生了分歧,两大帅哥的对手戏无疑是令人激动的。 总而言之,这部剧的看点实在是太多了,希望能够早点上映,满足观众的好奇心,你们呢,是否也是十分期待呢? 。 wondered 媳妥相 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